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久不久都會收到DN 問我關於後面這個背景 放了什麼產品,可不可以拍片介紹一下 其實一兩年前我都拍過一條片參觀護膚品架 當然現在已經面目全非 尤其是前幾晚突然間凌晨深血來潮 覺得好亂,好想由頭撿過它 變成了現在最新版本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亦都給另一個位置大家看看 從來沒有曝光過的 就是下面這個櫃桶 裡面放了我最常用或者最新的化作品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究竟這個背景有什麼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這個角度就可以清楚看到 這麼小的地方,Density非常之高 還有什麼慢慢放了很多很多產品 其實最近我就密謀想換了木架 因為用了七年八年左右 很悶 想找一些木色或白色或透明 但又一樣要放到這麼多產品 我不想只放到一兩件在這裡 浪費空間 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告訴我 記得留言 現在我們就逐層看看 究竟有什麼在裡面 第一層的右半邊 主要是放了一些小型的眼影盤 例如最新的朱古力盤 然後很多不同的狗公格都放在這裡 NARS的很常用的眼影盤 然後Bloby Brown的這一款其實很漂亮 雖然不是經常用 裡面有一顆碎了 但是我也是很喜歡 然後有之前Inners Free的一些四色眼影盤 後面這裡是比較多Colourpop不同的眼影盤 真的很好用的 大家想不想我拍一個眼影的特集 然後一些比較長12隻顏色或更多顏色的眼影盤 我就會放在櫃桶 不會放在這裡 左邊就是一些皮膚護膚 有防曬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 首先會有Chanel的去角質精華和液體胭脂 一藍一紅的很漂亮 就放在前排位置 旁邊就是Starry Tail的防曬 經常用放在前面方便一點 看到嗎?已經用了半支有多了 然後後面會有加單黃金海藻油 Serenia的花水 一個是桂花水和白蘭花水 我是用來濕敷的 然後後面還有Ole的防曬 然後這個是一日茶道的物理有色防曬 對褒給大家看看 然後旁邊會有之前拍片說我要試的Brightening Serum 接著之後會有一支Lotion 是Irrita的 再旁邊就是加單的美白精華 來到下面主要的一層 大家都看到了 非常密密麻麻 好像朝早迫巴士一樣 所以我就不逐之拿出來 現在清空了它 然後放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裡面有什麼了 首先是First Aid Beauty和Kiehl's的保濕精華 我覺得它們很相似 都是有些啫喱狀的 接著就是兩支噴霧 Caudalie和Lush 再來就是一些toner 我是非常喜歡用不同的toner 怎麼少得去過質化妝水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會放一些平時已經用開很喜歡的產品 還有一些新嘗試的產品 也是放在這個架裡 很多都拍片介紹過的 其實這一支toner都是做到去角質 這一陣子都在試 看看跟紅色那支有什麼分別 除了Starrytail的防曬之外 這三款都是我經常會用到的 最近很多朋友都問我關於日霜 如果天氣沒有那麼乾燥 我會用SSY 如果需要更多的滋潤度 我就會用這一款 這樣就跟大家進行後面這支 輪到前面 有個九宮格 放了我比較日常用到的唇膏 例如Cucci的 然後有Laura Mercier的 然後也會有Chanel的 然後有Too Faced 還有這個是Innisfree的 很喜歡包裝 很可愛 其實都還不齊 因為很多都可能在包包裡出外補妝用 這裡有個是眼霜 然後前面是HARBA的Facial Oil 有支潤唇膏是Fresh的 然後在前面這一格 放了很多的迷你香水仔 一些Sample其實帶出去 用來補香水也很方便 中間這一格 就放了一些比較細小的護膚品 例如Sample Size的厚度入精華 我覺得這個一般好用 所以用了很久還是有很多 前面有個Eye Mask 之前也介紹過 然後是有La Prairie的Toner 對焦給大家看看 這一支好用的 只不過是非常貴的 很多人問我關於暗瘡產品 我自己長暗瘡的時候 就會用這兩樣 不過一年我都是長大約5至6顆左右 就不知道它們是不是真的最好用 我自己so far用完都覺得OK的 然後還有兩款眼部產品 一個是對付黑眼圈 另一個是緊緻 但是我不是用了很久 暫時沒有太大感受 由Chanel這支開始 到旁邊全部都是底妝區 有粉底箱 不同的粉底液 以及一些Base 來到前面這一排 通常我都會放一些最吸精 大家看到有興趣 都會留言問我好不好用的產品 先讓大家看看後排 我的小星層家族終於出現了 由Karen's這支開始 全部都是眼部產品 因為要對付眼紋 我買了很多很多東西 接著就是前排 Karen's的Double Serum Little Stardust的月光精華 Kiehl's的美白精華 然後有新出的Chanel精華 小星層的M8 是我最近新款 所以放在C位 大家非常有興趣的雪花獸人心安平 我遲些會給你們用後感 然後還有這兩款精華 都是我最近蠻喜歡用的 所以放在第一排這裡 有沒有發現架上面的護膚品 是不齊全的 沒有任何面膜 沒有Paper Mask 沒有Gel Mask 沒有深層清潔面膜 也沒有那些一單瓣 晚上用的面霜 因為不夠位 土地問題 我有六個櫃桶 還有三個箱放護膚品 有些放在媽媽的房間 有些放在廁所 所以晚上做Skin Care routine的時候 真的很忙 要經常到處走來走去 放在這個位置 我也是覺得賞心悅目 很想自己經常會用到的 提醒自己會用的 放在背景後比較比觀 然後現在跟大家很快速偷窺一下 我最常用的化妝品 很難得最近比較整齊 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我絕對不是一個收納達人 大家可以看到 只不過分緩別類的 把它們放在一起 我就當自己收拾好了 後面這個盒子 放了一些我自己 比較沒那麼常用的遮瑕膏 旁邊這一格 放了一些比較細小的Base 中間看到有個孔 我就放了Laura Mercier的4 size Base 還有這支是Too Faced的Eye Shadow Primer 我也很想拉開給大家看 但我這個櫃桶最盡是可以拉到這裡 旁邊這些盒子放了眉粉 還有一些胭脂 其實拿出來不是很難的 因為前面放了一些筆狀的 所以它們是可以滾出來的 有些什麼胭脂呢 Chanel剛剛拍過 然後有一些Laure Mercier 後面應該是有HEMI和NARS 我的眉粉是用了Opill 用了很多年 還有Kai Beauty也非常好用 這邊也不難拿 有用也用完的Chanel Brie 然後最新兩個Too Faced 下面是MECA的HIGHLIGHTER 我也蠻喜歡 但又不是經常用 就放在底下 旁邊會放了一些HIGHLIGHTER 通常都是一些Stick狀 前面這裡放了一些HIGHLIGHTER 收容粉 有我的CUSHION 先對一對照 然後會有一些粉泡 下面會放了比較少用的concealer 還有一些眼影筆 然後有眉膠 還有眼線 睫毛 再來到這邊 就是我最常用的concealer 還有這個CC cream 然後就是12345 大家知道我有多喜歡碎粉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新 還有很喜歡用的碎粉 就是我比較常用的化妝品 這裡反而沒什麼驚喜 所以快速帶過就算了 今天終於可以再次和大家參觀後面這裡 究竟放了什麼產品 希望可以滿足一下你們的好奇心 由於時間關係 不可能每樣產品都說到一兩句 所以如果你對於某樣產品有興趣 想知道我的用後感的話 留言告訴我 看看可不可以集中一個Category 出來拍片 或者用圖文的形式放在reviewIG 說一下我的感想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收藏 collection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錄的生日和星期日就12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elow